欢迎收看这一在地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周文轩 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再要 新的河海音乐祭 今天的新闻深一点 要介绍新北市第一座 不合适长照便利店 荧光咖啡馆 因此新北市教育局就在北新国小举办了一场新著名语文教学支援人员共备社群公开授课 由新住民老师采用新北市编撰通用全国的新住民语文学习教材进行教学 并且邀请各校相关人员一起来共同观摩 因108年新课纲将在8月份上路 新北市教育局在北新国小举办新住民语文教学支援人员共备社群公开授课 由新住民老师采用新北市编撰通用全国的新住民语文学习教材教学 并邀请各学校相关人员观摩 新北市教育局局长张明文也颁发感谢壮给教材编撰团队成员 感谢他们三年来克服困难完成全国通用的七语新住民语文学习教材 共126册 新北市除了课程师资课本 课本全部都是我们编的把它编好以外 我们的专业社群也成立了 然后我们的语言学院也成立了 我们暑假就要开学了 暑假就要开始开学了 我们的学生就可以开始来学我们的语言 再加上所有的我们对于整个108课纲的准备工作全部都准备好了 为了教材编撰 每位教学支援人员经常利用假日参与社群共同备课会议相当辛苦 来自越南的软红女 特别分享她从证写教案到成为专业新住民语文教学老师的心得 游指导校长带着一步一步的从班级经营 写教案 然后制作教具 然后再来实际的万摩收客 很多时间都是在周末加入的 我们也有了一群同志 大和的好朋友 互相鼓励互相扶持 都是希望孩子们能多学一种语言 我们花了1079个日子 开了1051次会议 为了开会 我们还有一位母语作者的博士班的资格考没有过 谭老师 她后来说 校长我暂时不要编了 我没办法 我资格班没过 真的不容易 新住民语文教职人员 共备社群成立到现在已经有两年时间 新北市教育局期盼 借此带领新住民语文教学支援人员们 精进教学 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品质 记者是明志们齐新店采访报导 由新女性协进会所开办的熟年大学 日前举行了成果发表会 包括了排舞班 歌唱班 还有缠绕画班 都带来相当精彩的表演和展示 虽然少年大学的学员们年龄平均都已经是58岁以上 不过大家仍然活力满满 不管是跳舞还是唱歌 风采依旧 轻快的音乐加上简单的舞步 长辈们带来排舞表演展现十足火力 由新北市新女性协进会所开办的熟年大学 举办成果发表会 包括排舞班 歌唱班 还有缠绕画班 都带来精彩的动静态演出 新女性协进会理事长陈锦妮表示 虽然学员刚加入松大时 不管是跳舞或是唱歌都有些不熟悉 不过长辈们很有毅力的学习 每次上课都有不同的成长 精神令人敬佩 我们的课程设计大概都是在四个月左右 所以你会发现一次一次的 他可能刚开始他唱得不好 然后或者是他跳舞 他跳得没有那么 他跟不上 可是呢一次一次的这样练习练习练习 你会发现他慢慢能够掌握一条歌 然后或者是能够跳完一支舞 那你会感觉他那个快乐啦 开心啊 那个都是洋溢出来的 在现场新女性协进会前理事长陈立敏 也跟着大家唱唱跳跳 他说陪伴长辈参加松大课程 已经有好几年时间 每次看到长辈们的认真与执着 就打从心里感动 尤其许多长辈从松大获得快乐健康 真的是越来越年轻 我们有200个人 每个礼拜三都在这个场所运动 对所以然后我们每天都会跳 大家每天回去练习 然后你看跳排舞的人 你都看不出来他们超过了58岁 我们年纪最大的还有80岁 就一样跟着跳 不管是排舞班歌唱班或是缠绕画班的学员 个个在脸上都展现了满满的自信与喜悦 老师强调来参加松大课程 希望大家得失心不要太重 放松心情开心学习 才是松大最主要的目的 我觉得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健康 所以我就很想来参加这个课程 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 然后就是运力感各方面越来越增强 我原先以为是缠是缠绕的缠 结果是坐缠的缠 我去学了之后人变得比较平静 在画画的时候会入画 老师带着我们慢慢一步一步慢慢走 学生很快乐 很好的很好生的身体健康 学生在这里第一点 能学习上一些身心愉快的部分 让身心灵都得到很健全 而且很美好的回忆 来这边最主要就是为了健康而跳舞 所以原则上我都是教他们比较简单的舞步 加上比较轻松美妙的音乐 希望他们能够沉醉在 而且享受在这个音乐 同时又可以动动我们的手脚 活到老学到老 新女性松大期盼 只要是年满58岁的民众 都可以踊跃加入 大家一起唱歌跳舞 打造一个健康引发生活 记者是平常明期 新店采访报道 新美市U拜总其成人士破译 交通局就举办了记者会 宣布从即日起将会加码举办抽奖活动 只要骑10次就会有一次抽奖的机会 以此类推 而在记者会的当天也邀请了 第一亿骑乘人士的幸运儿江先生 来分享他骑U拜的经验 新北市U拜总骑乘人士突破一亿人士 交通局举办情义相挺再创奇迹记者会 市长侯友宜表示 自103年在新店大鹏华城社区 启动U拜首站之后 直到目前为止 全市已经建置了553站 总计约有16000辆车 每天骑乘人次达10万人 这些记录都是全国第一 未来持续规划把河滨自行车道 和市区自行车道串联 打造最优质最安全的通勤绿郎 今年一定会规划三重板桥还有新店 从和平公园很舒服的可以骑乘到市区里面来 然后作为一个转换捷印 或者转换我们的公车的这些车道 我们要把它做起来 尤其环状线一街 今天离通车以后 我们一拜可同时要开始进驻 我们去规划这个路线把它规划起来 在记者会上邀请了第一亿人次的幸运儿江先生 并且赠送他智慧运动手表一支 而那第一次是他在22号的凌晨 从家里附近的U-bike站租车骑到板桥车站搭车 对于U-bike的设置认为相当便明 你要不要踩踩踩 有踩踩踩 如果不是很远的路的话 我都尽量骑U-bike 大家不要鼓励鼓励 真的很厉害 没有很远的话 就骑U-bike 我们都要骑U-bike 那我问你一件事情 你一个月骑几次U-bike 最早十次有 谢谢 不错不错不错 因为学义很高 市长侯友宜在记者会上 也公布了他在情义相挺 一起游新北脸书争奖活动中 挑选出五张的得奖作品 并且宣布加码抽大奖 从即日起 民众只要在新北市站点租借U-bike 每骑十次就有一次的抽奖机会 以此类推 骑越多 抽奖机会越多 最大奖是iPhone手机 欢迎民众多多骑乘U-bike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今年首度结合淡水渔人舞台 原创音乐和共聊海洋音乐祭 打造全新的新北河海音乐祭 将从7月27号开始 要一路唱到9月1号 要让这两大音乐社会 带领渊民们来嗨翻整个夏天 在金曲乐团 明先生的热力演唱下 宣告新北河海音乐祭 即将开跑 为了让民众能嗨翻整个夏天 今年首度将渔人舞台原创音乐 和国际海洋音乐祭结合 要让大家从7月27号开始 一路享受音乐 嗨到9月1号 摇滚一整个夏天 我们这一次把两个并在一块 叫做河海音乐祭 我们要把它启航 最重要 是让我们喜好音乐的人 包括我们 所有在夏天 能够热情一下 跟大家结入在一起 的所有朋友们 能够享受音乐的快乐 奔放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这次将两大音乐朝圣活动 连结在一起 和指的就是淡水渔人码头的 原创音乐 嗨则是共聊音乐祭 每年到了暑假期间 这两大活动盛世 提供了优秀音乐人 站上舞台的机会 今年更打破历年的记录 参与的乐团高达148团 每年到了暑假这个期间 其实我们新北市 最棒的一个淡水 一人舞台 音乐祭 以及我们共聊国际海洋音乐祭 两大的这个 独立音乐 创作音乐团们 最喜欢的地方 也就吸引我们很多 国际观光客 以及 我们全台湾 最喜欢音乐的好朋友们 奇迹一堂的时候 今年的新北河海音乐祭 将从淡水起航 7月27号到8月25号 每周六日 都有知名的乐团 在渔人舞台接力开唱 包括了茄子淡 甜乐含 巴斯音乐团等等 另外在7月27号 7月28号和8月3号 举办海洋音乐祭的初赛 而从8月30号到9月1号 则移时到共聊进行决赛 欢迎乐民们 尽情跟着音乐摇摆 让这个夏天摇滚又奔放 记者杨邦友 赵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今天的新闻深一点的单元 要来跟观众朋友 介绍的是 新北市第一座 复合式长照便利店 我们马上回来 看球赛干嘛这么累 有了数位录影机 全部可以预约录 精彩画面可以暂停重播 看几次都行 随时可以轻松看 老婆爱看的戏剧 也可以整套录哦 有了数位录影机 不怕肉看精彩节目了 快播29173939 大兴电数位电视 自从我装了 Home Security居家防护 手机一点 就可以看到我的毛孩子 除了看他好不好 也可以让自己 轻轻好好放松一下 一通电话安装到好 真的很方便 有了Home Security居家防护 让我在煮饭 洗衣服的时候 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孩子在做什么 你用事情做到一半 还要跑到房间看孩子 真的让人很安心 居家防护 一通电话安装到好 快播29173939 大兴电宽品 虽然长照2.0上路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但是我们发现还是有不少的民众并不清楚长照该要如何申请 而长照到底要到哪里去申请呢 因此新北市政府就和道卡处团队合作 在板朝青年住在大楼成立了荧光咖啡馆 这里除了餐点之外 也提供了长照服务咨询 还有申请以及评估 社区化的经营模式 让民众更可以更方便以及直接找到长照的服务据点 接近中午用餐时间 咖啡馆陆续涌进用餐人潮 不一会功夫店里几乎坐无虚席 厨房里头厨师忙着准备餐点 外场的工作人员热情的招呼客人 这里看似和一般的咖啡馆没什么两样 不过却被赋予着更深一层的意义 荧光咖啡馆位在板桥青年社会住宅是新北市第一座复合式社区长照便利店 除了是提供餐点的咖啡馆更是整合式长照服务据点 不管是周边的邻里或者是来进来喝咖啡的人 如果真的有长照的需求 他可以直接问我们在这边的工作的同仁 有没有需要 我需要什么样的长照 那我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评估 那他们都会帮助协助评估 荧光咖啡馆就是希望以社区化方式经营 让不了解长照找不到长照 不知道自己需不需要长照的民众 能够究竟更方便更直接找到长照 长照我们最重要的是 希望民众找得到我们 我们能够找得到需要的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互相能够找得到彼此的一个据点 那我们还希望需要的人能够用得着 那这边也可以主动出击 找得见 看得到 用得着 正是新北市推动长照2.0的目标 因此荧光咖啡馆特别与 道卡丘团队合作 邀请大家发挥互助精神 一起道卡丘建立长照多元在地的创新服务 道卡丘本身在新北市 一个特约的社区整合服务A单位 那同时我们从2015年开始 我们就有提供所谓的 整合式的居家照顾服务的 包括从咨询到执行服务 现场服务这样子 简单的说过去民众要申请长照服务 必须透过新北市卫生局长照管理中心 现在则是可以直接到荧光咖啡馆 申请服务与评估 简化繁琐流程 宏地连营运长表示 宏光咖啡馆开幕短短几个月时间 已经协助了不少个案 像是住在板桥的彭杯杯 原本很排斥长照 后来接受了备餐与家务整理 甚至申请陪伴外出 在居家照顾服务员细心的服务下 彭杯杯对长照全然改观 他整个霍栏开朗起来 甚至他也会亲口告诉 他的同僚 同辈之间 说有盗卡区真好 有这些服务人员盗府的话 让他的生活里面的话 不会那么的无助 透过彭杯杯这个个案 可以让我们看到 原来民众第一时间的长照的认知 或者是想象 可能只是最基础的 那透过进场服务了之后 他还有机会在不同的阶段 然后就延伸出不同的服务组合 那这也应该是我们 包括我们作为一个A单位 很大存在的意义 另外住在荧光咖啡馆楼上的黄先生 也是咖啡馆的受惠者 黄先生本身是为席肾患者 偶然到咖啡馆用餐 才知道原来自己也可以申请长照服务 政府是三不五十说 听到什么长照长照 也不知道长照是什么东西 那长照的服务的单位是在哪里 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政府是做的是不过 是有这种心要做这个长照来照顾这些人 但是他的线团不过 在我们主动的关怀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他有这样的需求 我们就主动的提供了一些资讯 告诉黄先生说 其实如果政府的长照2.0 可以给你一些陪伴就医 或者是陪伴外出的服务 护送你在所谓的那个 洗剩回来的过程当中的交通安全 我觉得这个是对您来说是比较有帮助的 就这样道卡丘的居服员 会陪伴黄先生就医 返家 荧光咖啡馆则是帮他准备晚餐 黄先生说这时他才感觉到长照让他不孤单 洗完离后 回去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是掉血压 或者是说身心的状况不是很好 会明明乎乎的 对 那比较不方便 但是有了这样的话 这时候就不用顾虑说 要吃什么东西 然后他自然就把你打理好 透过黄先生的个案 其实我们更加的体现到 政府在长照的推动的时候 可能讯息上还不一定 都能够做到人人 就是公告周知这样子的一个广度 那可以适度的有这样资源的一个叫做传递 是非常重要的 让民众在自己所需要的范围之内 都能够获得妥善的一个照顾或服务的协助 正如同洪丽谦营运长所说 荧光咖啡馆要担任的角色 或者是提供家庭照顾者 及被照顾者温馨安心的传席场所 更是提供民众长照服务的好邻居 记者陈平詹文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接着让我们来看看 宝贝亚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办高速上网这样才划算 现在申办500MB宽屏上网 加高画质套餐 加机上盒买video豪华月租包 每月只要899元 专案详洽2917 3939 HD148自由选高画质频道组 年约半年缴再讲好理四选一 专案详情请上官网查询 或洽客服专线2917 3939 大新年客服APP可进行账务服务 障碍报修 还可进行节目查询 接收最新优惠专案 还可通过手机进行远端录影 马上下载轻松又方便 防止灯壳热 请清除不需要的积水容器 以避免蚊虫滋生 另外平日到户外环境活动时 请穿着淡色长袖衣物 并于皮肤裸露处涂抹防纹药品 以避免遭受蚊虫叮咬 预防肠病毒请正确洗手 并养成不乱摸口鼻的习惯 照顾或接触幼童者 应注意个人卫生 避免将病毒传染给幼童 生病时应尽速就医 并且请假在家休息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都可以前往大兴店 有线电视的官网 或者是脸书粉丝团上查询点 耶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